日本著名的漫画家 鸟山明先生 3月1号先世了 我其实比较意外的是 原来他只有68岁 他应该是我们这个年龄段 第一个接触到的日本文化 比较早期的那一堆日本文化之一 对 但是没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觉得因为像鸟山明先生 他的作品就是带给年轻人和带给社会快乐 他在天国也不希望所有人因为他而不快乐 对吧 不用挨撕 我们只要还是看他的作品 记住他的作品就可以了 我印象当中 其实对于像龙珠阿拉雷 我可能更多的是先接触到的是动画片 后来才看的漫画书 我跟你正好不一样 是这样的 我们来详细说一说 我最早买的是七龙珠 而且是哪个版本的 是海南文艺出版社出的那个版本的 我知道后来出过还出过很多版本 但是只有这个版本的翻译 我很喜欢他从右往左的这种装订方式 且我还可以跟你说我在哪买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型书店 我是在康定路 延平路路口 在路的东北角 有个小花园旁边的一个书摊 每个星期 但是我忘了 那个时候是每个星期出一卷 就是五本六本还是出一本 我已经忘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五会去买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因为原来我对于这一类的漫画 我其实兴趣不大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感觉都是残缺的 也不知道故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不知道这故事好像连载还没有结束 问题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 你想那个时候彩彩多大 真的就十岁刚出头 就是像我们大儿子现在这个年龄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买这本书 并不是别人向我介绍 而是那本书上写的孙悟空 七龙珠 我觉得西游记的故事 我就开始看 而且鸟知道它一开始的一卷两卷 包括有八戒 包括有小林 包括有孙悟空 包括有金豆云 包括有金箍棒 你会把它幻想成 是另外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然后就开始沉浸进去了 我觉得也就是这一部漫画好看的地方 它先把一个故事架构构构在一个好像西游记的一个感觉上面 然后再让你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甚至你想还有牛魔王 牛魔王还有女儿 对吧 然后孙悟空是和牛魔王的女儿齐齐姐姐的婚 然后里面还有布玛 对我们那个时候的就是海南文语出版社这个翻译 布玛不是布尔玛 对吧 它的那种胶囊可以收东西 雷达各种各样的科技 还有贝杰塔 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这代人最早接触的一部书 但是很可惜我那个倒霉表弟 我应该是在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把我这些书都借给他了 我是全的 就是我到什么时候全的 我从第一卷的第一本一直到魔人布偶 就是胖魔人布偶被打败那一拳 那个是其实海南文语出版社应该就出到那一本 我到那个地方是全的 后来我就全给了我这个倒霉表弟借给他 他就不还了一个 不要不要不要伤心 你的另外那一套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 对 所以我就淘宝了一套 而且这个淘宝是这样的 是我们加拿大少爷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是 对吧 然后我们就淘宝了一下 花了自己的钱 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花我自己的钱 花我的邮费 然后算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而且你看我们就和我们80年代前面的人就和90后会不一样 90后是接触的先接触的龙珠那个动画片 但其实我们这代人是先接触的书 另一部作品我就是先接触的动画片 就是阿拉雷 那个时候是上海的有线电视台刚刚开始 然后好像是有线电视台还是教育电视台经常会放 而且从顺序上来讲 好像阿拉雷的顺序应该在七龙珠前面 我看他鸟山明先生的简介 我后来才去买的书 但是那部动画片对我的印象就太深太深了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一个作者一部作品先接受书还是先接受动画片那个版本的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不是我们的同龄人 这就很好很好玩 就像我儿子他现在也看七龙珠 但是他看的版本完全就和我不一样 而且他就跟你一样的从当中开始看的 他不是从第一集那个光屁股的猴子那个有这个尾巴 他那个时候还没进到我们 他是被龟仙人发现 再就从那个时候 第一本的第一集我还记得 他去追一只恐龙 把那只恐龙打死了 然后那只恐龙被他烤着吃 这是第一卷的第一本的第一个场景 我都记得这么清楚 对吧 对我而言 我说我为什么没看 首先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偏男性的或者说男孩子的这样一个漫画 我还在练花药游泳的时候 因为我是10岁开始练花药游泳的 之前我是练游泳的 那个时候和我们一起练花药游泳的 有好多那种水球队的那种大哥哥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除了像我们这种小小豆丁的这种女孩子之外 还有很多青春期的女孩子 我们的师姐们 一天到晚就那个胡适当当盯着那些帅哥们 结果呢 那个有好几个帅哥呢 很愿意和我玩 他们和我玩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看到我在看哆啦A梦 对 然后呢我就和他们交换 我买哆啦A梦 他们也买哆啦A梦 然后我们就交换了看 然后我这其中有一个姐姐跟我讲 她说哆啦A梦是腾子不二雄的作品 对 是的 不 我的意思我知道 当然知道 然后呢 我有其中有一个师姐 看了几一点点哆啦A梦的时候 她就问我 她说我实在不明白 这种张回形的这种漫画书有什么好看的 你想8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说有很多动画片 但是那种动画片都是传统型的什么小蝌蚪找小妈妈呀 那种有教育意义的对吧 甚至有些彩色的动画片都出来了 但是像这种我你可以叫他按照现在讲法叫跳脱历史架空历史完全虚构 包括你像阿拉雷也是一样的阿拉雷其实不适合小孩看 那个签品味实在太色了 真的阿拉雷还经常不穿衣服站在博士面前 这个不适合小孩子看 其实能够和自己的孩子有共同的文化上的共情 共情其实是很不容易 因为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话 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完全看不惯我们看这一类的漫画书也好 动画片也好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就是没长大的表现 垃圾 不我们先不谈是不是垃圾 他就觉得只有很小的小孩才会看 为什么你们这么大的还会看动画片 我妈那个时候就叫在垃圾 因为书报厅里每个星期买回来 他就觉得是垃圾 三块钱那时候还蛮贵的 那时候三块钱蛮贵的 我们80后很幸福的 我们的这些记忆其实是非常global的记忆 而且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开放 而且非常的丰富 比我们的父母丰富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 其实我当我看小新 就是演员新之助 蜡笔小新 其实是基本上是等到我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儿子看小新 那真的是基本上从头看到从小看到现在的 然后我记得我们我上次带他去上邮轮 他在那边看小新 那个给我们做服务的服务员就在那边讲说 这是新奖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 就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全球化 我们大家其实都受这个文化的影响 我喜欢的美少女战士 我还知道用英文是怎么讲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讲到挂篮高手 或者我喜欢看的大空一等等 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所以非常感谢日本这么多的漫画家 感谢鸟山明先生他先试了 但是他的作品永远会留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未来我们的女儿也会去看这些东西 已经在看了 对 非常感谢鸟山明先生 拜拜 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